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国学小课堂 我们欢迎今天的专家 来自陕西中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 欢迎您张教授 也欢迎我们的小学童和我们的家长们 欢迎大家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我们的小学童和我们的家长们 向老师行拜师礼 老师好 大家好 好 请落座 今天我们要围绕的话题 就要从大家面前的小金盆开始说起了 说到这个小金盆 我们来问问 好呀 那小金盆上写着字 是有玄机的 你瞅瞅看 这是什么字啊 五谷风灯 五谷风灯 小木乃 你猜猜看 你这里面小金盆里装着什么宝贝 你看这是什么 是什么 金盗 金盗 真的是金的吗 尝尝看出来没有 是什么 有稻子 有小麦 还有那种黄豆 还有这个高粱 还有这个是小米吧 那今天我们要围绕的话题呢 是要讨论雏鼠这个节气的 那么究竟它与五谷风灯 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这个雏鼠节气啊 最大的物象特点 那就是丰收 比如说 有这么一句话 叫雏鼠满天黄 家家修领仓 告诉的我们就是 在雏鼠这个季节 田野当中的河苗 它的叶子啊 杆子啊 都枯萎了 那么树上的叶子 也随着秋天的风 一片一片地在掉落 留下的像豆子 高粱 骨子 包括水稻 它都是金颤颤的一派 丰收的景象 老北京看到了 丰收了 干什么呀 他一定要去修建 筑藏粮食的仓库 所以这个地方的领和仓 就是筑藏粮食的 那么一个领一个仓 怎么把它区分开来 藏骨月仓 藏里月令 就是你从田地里边 收回来的东西 它带壳 那我们把它放到仓库里边去 我们把它的壳退掉了 成了精凉了 那我们把它放到领里边去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小学童们 一起为大家诵读 这首关于褚蜀的诗 真不错啊 鼓掌 这首诗啊 典型写的是 除属这个季节的 天地之相 我们一句一句来看 天地千坤十减素 讲的就是 自然界的万物 它的树叶呀 它的枝干呀 都慢慢地凋零凋落了 整个自然界 表现出来的是一种 素酱的色彩 整个秋天的景象 写出来了 那么第二句话呢 它告诉的我们是 鹰孙捕鸟 鸡奶灯 天高云淡 老鹰 直上云霄 干什么呢 它要去捕猎 为它冬天 月冬 注存粮食 鸡奶灯 五谷当中 所说到的 鸡子 灯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后面再告诉大家 第三句话叫做 冷热 胶气 是拳脚 一场秋雨 一场寒 进入到了秋季的第二个节气 在这个节气 蒙古的冷气流 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大地 冷气流和暖气流交替的发生碰撞 所以呢 天气逐渐地凉快了下来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神 二十四节气 更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的结晶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 来详细地了解一下 四季和节气的气候变化规律 是由于地球和太阳之间的位置变化形成的 中国古人就通过观察 太阳照射物体影子长短的变化 和北斗七星少丙位置的变化 发现了这些规律 创立了二十四节气 这个古老而又科学的时间制度 这学习好节气 我们要从天地人三个方面去了解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小学童 为大家来拨动斗饼 我们来看看楚属的天象是什么样的 好的 谢谢我们两个小学童 我们说中国古代的二四节气 它是用的斗转星移的方法 描述出来的 刚才我们的小学童呢 把斗饼从丽丘转到了除属 就是顺时针旋转了十五度 所以除属 它的斗饼已经指向了喜南位置 在太阳黄金一百五十度之上 我们来看一看 月令七十二侯集结当中 对它是怎么解释的 这么一句话叫七月中处 至也 属气至此而至矣 第一句话告诉了我们除属在什么时候 七月中 农历的七月中 那么什么叫除呢 除是止的意思 就是熟气到此结束了 要就是天慢慢地就变凉快了 没有我们前面讲的是热浪滚滚的那种状态了 有了一丝丝丘风 丧拿天已经结束了 因为这个时候太阳 它越来越向南 就和我们这块地理位置上的夹角 是越来越小了 所以太阳光是斜射在我们这块国土面积上的 所以天气慢慢地就凉快下来了 刚才也说到天地人 我们还要看地象 我们首先请大家看大屏幕 我们要请我们的小学童来找一找看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看见了就是那个银杏树上面那个树叶 外面有一圈黄色 变黄了 到金边 还有呢就是有那些麦子 小麦 还有那个老鹰要到田里去抓那个小麻雀了 我看见小麻雀在准备冬天的食物 你从哪看出它在准备食物啊 那只小麻雀在啄那个麦碎 小小你非常的丰富啊 好 小小呢 小小小小小 小小别玩了 你还在干嘛呢 小小在准备过冬的食物 整理粮仓 对 整理粮仓 很好很好 小小呢 这个给我们演绎了一下这个变化啊 好 那刚才孩子们说的对吗 张教授 孩子们的观察非常详细 而且想象力也非常丰富 即看到了树叶的变化 也看到了老鹰麻雀 但是小学童们 我们前边讲过一个节期 叫盲种 小麦是在盲种季节收获的 现在我们的节期进入到了杵树 在杵树的节期 那是五谷当中的骨子啊 高粱啊 这些农作物在成熟 那么这幅图片呢 也反映了我们杵树这个节气 三猴之相 我们一猴一猴的来看 一猴鹰乃鸡鸟 老鹰飞翔在高空当中 时时刻刻用他的两个眼睛观察地面 寻找他的烈食 一旦发现 是他比较喜欢吃的东西 那他就俯冲下来 不识了 不佳的食物 他要一个一个地放在那个地方 好像裂了一排排 其实它是在住存过冬的粮食 但是我们古人认为 他放到那地方一排排 就和鸡丝一样嘛 所以用了一个鸡鸟 其实他讲的就是老鹰准备过冬的食物了 二猴讲的天地是素 没问题 树叶逐渐逐渐地变黄 田野当中的庄稼 它的枝盖也在逐渐逐渐地变黄 你看 骨子呀 稻子呀 搭了下脑袋了 沉甸甸的庄稼 搭了下脑袋了 天空湛蓝湛蓝 天飘着 极朵云彩 一派肃杀指向 丰熟的景象 三猴喝奶灯 这个地方的和就指的是农作物 我在这地方要考一考我们的学童 你们平时在家里边给爸爸妈妈端饭吗 偶尔端 怎么去端的 小学童们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自己的爸爸妈妈 这到底是端还是没有端呢 是这么端的 对 两个手 捧着碗 对吧 对 那碗里边装的是什么 米饭 米饭 生米还是熟米啊 熟米 对了 所以这个灯字啊 在甲骨文当中 它是个会意字 在甲骨文当中呢 它就是两个手 捧着 盛满了熟食的容器 所以这个灯 我们把它音声为成熟的意思 就是熟了 所以我们说五穀丰登 那就叫做五穀熟透了 到了该收获的季节了 所以呢 这个五穀丰登啊 确实听起来让人觉得非常的有喜悦的感觉 对 农民有着收获庄稼 牧民有着收获牧产品 渔民也有着收获它的鱼产品 所以你比如说 在浙江沿海一带 每一年都有着开鱼节 哇 真热闹 那么到了除暑这个时节的时候 他们就要来一次盛大的 出海捕鱼的这么一个仪式 那我们把它叫做开鱼节 那么也就告诉我们了 在这个季节出海去捕鱼 可以获得大丰收 爱吃的人 这个时候也就有了吃海鲜的口福了 那么到了除暑的时节 我们究竟要吃点什么好东西 这样来顺应我们的节气 补益我们的身体呢 张教授 我给大家填个酷 说除暑吃什么 无病到家 出个小问题 考一考到家 除暑吃酱牛肉 酱牛肉 红烧丸子 什么东西 糖醋排骨 就是对 必须得是解馋的 也对 因为我们都说是贴秋标嘛 对 所以咱们到了这个天冷的时候呢 就要多吃一点这种比较 温补的 别说的那么含蓄 油腻一点的 说的这个豪横一点的 是吧 肉 帅羊肉 帅羊肉 对 我觉得除暑的时候好像还是挺热的 因为夏天嘛 初老火 对 吃点什么藕啊 绿豆汤啊 是不是挺好的 吃烤鸭 吃烤鸭 我闺女说吃烤鸭 这菜的真是五花八门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提前为大家准备好的美食端上来 看看谁的答案更加靠近一些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安神补脑叶 独家冠名播出 这个环节其实非常令人期待 哇 这个太美好了 我特别喜欢吃鸭 你是哪里人 我是兰州 甘肃兰州 你是西北人 嗯 那你怎么看出来 这一道是鸭菜 我老公是南方人 然后我们家一年四季 各种各样的鸭子都会吃 比如说有酱板鸭 湖南的酱板鸭 然后炖鸭汤 莲藕鸭汤 然后还有比如说炒啤酒鸭 就是鸭子有各种各样的做法 但这个也很好吃 这个应该是叫什么鸭 咱们经常吃的 盐水鸭 盐水鸭 南京盐水鸭 对 特别好吃 南京的特色 连雪 别吃光了 留点给孩子 我都没吃 我喝了喝这汤 其实在老北京啊 还有个老话叫处属 要吃这个百合鸭 就用这百合跟鸭子 熬点这个汤啊什么的 尝尝 你看看你的汤里有没有百合 喝的这就是百合鸭汤 百合鸭汤 对 还是挺好喝的 那肯定是有一抹清香的 好样你觉得怎么样 特别好吃 哪个好吃 这个汤好吃 汤里有什么东西啊 有菊花 有百合 有鸭肉 嗯 我看出来了 那我们这个储属的美食 是以鸭肉为主的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张教授 其实在储属节气啊 在全国各地 都有这么一种风俗 吃鸭子 所以这么一句话叫做 储属吃鸭 无病到家 我其实个人来说 会选择这个鸭肉 因为我觉得它在水里 它是含粮之物 所以可能是会比较 清热一些的 您说的很正确 真的吗 很正确 这个鸭子啊 我们刚才好多大学童 小学童 都说了很多鸭子的 制作方法和吃的方法 但是不论你怎么去吃 它都和我们今天 所讲到的 储属季节的养生重点 密切相关 在储属这个季节当中 我们养生的重点是 护费金 防温灶 因为到储属这个季节了嘛 虽然天气有点凉快 早晚温差稍微大一点 但是在中午白天 它的稳度还是稍微高一些的 因此这个时候呢 自然界当中 还是有着吻邪的存在 吻邪容易赏击人体的锦液 尤其是容易赏击肺的锦液 而且在这个季节当中 降雨量也慢慢少起来了 所以自然界当中呢 有造气 当然也是造邪党令 所以一温一造 合起来 那它叫温造之邪 所以我们一定要防止它 那么从中医上讲 温造之邪在秋季 自外而内 容易侵犯我们人体的肺经 因为秋季 它和五脏当中的肺 也是相对应的 肺本身的特性啊 它是洗润而物造的 所以温造之邪 伤去肺以后 就把肺里边的锦液伤了 锦液伤了就等于这个地方 慢慢地变肝了 所以人又会出现什么 肝壳无痰 或者说即使有一点痰 也是年年的 我们把它叫做痰少而年 有些人呢 还会出现鼻子肝 咽喉不发肝 嘴巴肝 我现在就有一点 对 因为一直想咳嗽 就有点肝 还有点痒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季节的 温造之邪 伤及了人体的肺经 所导致的 那连续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对 会啊 就是睡觉的时候就会觉得 突然就嗓子有点痒痒 然后就要咳出来 然后早上起来 就鼻子是特别干的 就往往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加湿器了 还是这种干 还是比较明显的 很明显 对 我平时用嗓子用得多嘛 所以到这个季节 一般早就把什么胖大海 罗汗滚 润喉糖 已经招呼上了 我就已经早就备好了 因为到这个季节 尤其是一个是早晨起来的时候 一个是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 这个咽喉部难受得特别明显 我妈妈的那个鼻干特别特别厉害 就是甚至会干到流鼻血 然后后来她就用自己方法 说拿那个橄榄油沾棉签 然后每天涂一点 我说你这是干嘛 她说太干了 润一润 就是已经干到这个 就是保持湿润 这是一种典型的温造之邪伤肺 所表现出来的结果 那我们食用鸭肉 是不是可以改善我们这些症状 当然可以 其实刚才丁锡你讲得非常好 所以鸭子你看 它在水里边走呢 所以中国古人 按照取香笔类的思维方法 它生活在水里边 所以鸭子呀 从它的性味归精上讲 它药性略为偏寒一些 它归我们人体的肺精 脾精和肾精 它具有着滋阴润肺 化痰止咳的作用 太好了 所以在这个季节你说 你熬点鸭子汤喝 或者炖点鸭子肉吃 当然就可以缓解改善 或者预防这种症状的发生 那么盐水鸭 其实大家吃的也比较多了 而且这个制作工艺呢 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啊 我是比较好奇 咱们这个百合的鸭怎么做呀 据我的了解 在这个百合鸭当中呢 它不仅仅有百合 它里边还放了点陈皮 菊花和蜂蜜 那为什么这样去放呢 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 来对它进行解斗 鸭子 我们刚才讲 它生活在水里边 它本身具有着滋阴润肺的作用 百合大家都非常熟悉 它是滋阴润肺的佳品 而且也是这个季节的 一个食令之材嘛 所以在这个食材当中 鸭肉和百合 按照中药配武的特点 那它就是军药了 就是军品 两个合起来 那它就具有了滋阴润肺 保护肺筋的这么一个作用 再看它里边还放了点蜂蜜 蜂蜜本身它具有着润造的作用 它既归肺筋又归脾筋 还会大肠筋 滋阴润肺 健脾义气 润肠铜面吗 所以蜂蜜在这个地方 我个人认为 按照军臣左手的配武当中 它是一个臣 它辅佐前面的鸭和百合 来对肺进行滋阴 当然了 里边还放了点菊花 菊花一定放的是黄菊 因为白菊入的是肝精 黄菊入的是肺精 黄菊在这里它具有着疏散风热的作用 我们刚才讲 在除暑这个季节当中 它不仅仅是造血当令 上级人体的锦衍 天气还少有点热 温血也在里边 所以我们要防稳造 那么一定要把温热之血去除掉 所以这位药物黄菊 在这地方也是一味左的作用 左使的作用 干什么呢 要疏散人体的风热之血 最后里边放了一点陈皮 这个陈皮在这里边量不大 但是它在里边的作用确实不小 因为陈皮从中药学上来讲 它味有点腥 略微有点酷 它具有着造石花坛 礼器 健脾的作用 那么看到这儿 可能我们大学童小学童不理解了 说你不是这个地方是造血吗 造血不是伤及了人体的费筋吗 那你为什么又用了一个造湿的药物呢 请注意 有些鸭子它长得肥一点 有点滋腻 所以陈皮在这个地方少许用量 防止的是鸭肉的滋腻 因为怕把皮尾滋腻住嘛 所以这么一块百合鸭 它典型地起到的是 既可以酷费筋 又可以防稳造 这么一个作用 那这样的鸭汤的话 这个规格就高了 我们在家里如何来自制呢 其实就和我们平时用的这个炖鸭的方法是一样的 500克的鸭肉 然后放上10克的百合 6克的陈皮 这样呢我们一块用青笋去炖它就可以了 当然了按照你个人的口感 我们可以放点相应的调料 去调味就可以了 炖上半个多小时40分钟的时候 把菊花放到里面 因为菊花它很轻轻 抬一点芳香的气味 所以你如果放的时间过早了 这个芳香的气味就没了 所以在中医当中经常有后下的这种方法 菊花放到里边和蜂蜜放到里边呢 我们再炖上个十来分钟 起锅就可以了 其实制作方法也非常简单 很简单 那其实到了秋天 我的一个症状就是 我觉得会比较容易口渴 老是想要喝水 那除了这样一款精美的这个汤之外 那有没有什么饮品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当然可以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款饮品 和我们今天的养生的话题 也是密切相关的 大家先品尝一下吧 太好了 又是品尝时刻 我们看前排的小学童还不一样 小碗 这碗里有什么呀 洋葱 白 你说什么 大蒜 白河 她说洋葱 洋葱 百合 后来答对了百合 有点像 有点像 百合 对 银耳 你喜欢喝这个味道吗 喜欢 妈妈在家里煮不煮 没煮 没煮过 奶奶煮过呀 到秋天不煮银耳白河 她说的不是那个百合合烟啊 那奶奶煮的是 是梨合烟啊 哦 梨合烟 嗯 程程啊 怎么样 这里边什么 我从这边 杯子这边看的话 有一个绿绿东西 我不知道是啥 反正 反正里边应该是有个梨 有梨 梨 然后这 绿绿东西不知道啥 好 那这两款饮品 是不是还有不同的功效呢 张教授 前后两排啊 跟你们上的饮品 是不一样的 两款饮品 一防一支 前面的四个学童 刚才的回答非常不错 你们里边都有银耳 是不是啊 哎 尤其是好样 刚才说了 说里边有银耳 有这个百合 那么我们说 有一款经典的 秋天食用的一款粥 叫百合银耳粥 对吧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 可不是百合银耳粥 它是一个盖梁的房子 里边不仅仅有百合和银耳 我还加入了沙绅 和结羹 那么这个方子当中 百合 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 它可以润费金 是吧 沙绅它本身也是 滋阴润费的 当然有些懂得的同志问 说这里边 到底用南沙绅 还是用北沙绅啊 南北沙绅都可以 银耳呢 它也具有着 滋阴润费的作用 那么结羹在这地方 我得多说两句 结羹入肺经 它不仅仅可以润肺 它还可以开轩肺气 我们说肺 它要呼吸 一呼一吸 所以肺的运动是 一升一降 结羹在这个地方 它可以开轩肺气 顺了我们人体肺的特性 有利于对肺的功能的回复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个胸口有点憋闷的 对 所以结羹在这地方 这就是它的一个作用 那么第三个作用呢 结羹质地很轻 它又入肺经 那我们喝的这块饮品 干什么去了 你喝到是胃里边了 但是它的作用 得刨到肺里边去 所以结羹在这个地方 就好像一个向导 引路人一样 要把药的作用 引入到肺里边去 这在中医当中 也把它叫做药引子 之所以这样给大家来推荐 是我采用了一个 古方画材而来的 这个方子 是深沾遗书当中的 百合固金汤 从百合固金汤当中 画材而来的 百合固金汤 它是治疗肺肾阴虚 虚火上瘾 所导致的咳嗽气喘 所以我们就把 百合固金汤的基础上 给大家来画材 画材了百合杀身银耳汤 推荐给大家 是防吻糟的 当然了 既然是防的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就这样去饮用 如果是炙的 那可是出现症状 我们才能使用了 那也就是我们刚才的 这一个饮品 其实就是管炙的 那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是桑杏汤 刚才大家猜了 有梨猜出来了 对 城镇看到了一片绿叶 但不知道是什么 是吧 这个确实是有点难了 这一块饮品呢 也是有出处的 它出自于稳定调变当中的 桑杏汤 只是在桑杏汤的基础之上 我把它做了一个改良 桑叶 大家注意 桑叶呀 一定不要用除熟季节 你在田一地当中摘下的桑叶 是不可以的 桑叶一定是用的双桑叶 双桑叶 就是到我们后面的季节 霜降的时候 叶子上面漏了薄薄的一层霜 那个时候的桑叶 我们可以剪下来去用 当然了 今天我们可以到药店 药店就有专门的霜桑叶吗 对 因为经过霜了 霜打的桑叶 对 它就有点寒凉 所以桑叶在这个地方 它具有着清旋温灶的作用 这个好 清旋温灶 那么第二位药物 它是沙绅 本身它具有着滋阴润肺的作用 当然它也可以养胃阴 第三位 质子的壳 我们有些人 现在到一些饭店去吃饭的时候 饭店里边也会给你泡一杯质子茶 质子本身具有着 清旋三胶热血的作用 但是它更偏重于上胶肺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清肺精之热 因为我们说 这个时候自然间有温血 既然是一个质的房子 就一定要把体内的吻血泻出去 还要把外边的吻血防止住 所以我们里边用了质子 这位药物 刚才我看到一个细节 我们运用的是梨子皮 那我们吃梨子不应该把那个皮削掉吗 那为什么这里要专门提到梨皮呢 这个就牵扯到了中医当中的一种思维了 取香笔类的思维方法 我们说在除蜀季节 温造之邪当令 它侵犯人体 从哪儿侵犯 邪其一定是从外而来的 邪其从外而来 从我们人体的基表 那才能有表吉里 有浅入身地侵犯我们人体 那么他要从表里边来了 那用什么去治疗他呀 所以古人按照取香笔类的思维方法 说以皮治皮 所以把梨在这个地方选用的是梨皮 而不是用的梨 当然了 我们今天在食用的过程当中 可以把梨切成一半一半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要把里边的梨盒去掉 因为梨的盒是酸的 中医当中讲 酸性具有收敛的作用 所以古人代价 你如果连梨盒放到里边了 它那个药里边就带点酸味 酸味是收敛的 那体内有邪气 那你不是把它紧紧地固到里边了吗 不利于邪气地去丑 子彤 这个可以给阿姨试一试 因为阿姨不是这个 总是鼻子呀 还有包括这个烟布都会发干嘛 那请阿姨一定要频频撤影 记住这四个字了 好 那么除了刚才为大家介绍的美食和饮品之外 除属时节还有什么样的养生的方法 可以给到大家呢 张教授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除属时节还有什么样的养生的方法 可以给到大家呢 张教授 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 一个是滋阴的 一个是止咳的 那么第一个穴位呢 叫太渊穴 太渊 在手掌上 这个怎么找呢 大鱼记的下方 对 我们大家一起找一找 来 我告诉大家怎么找 把手掌 审开 这个地方 看有个骨头 有个高高的骨头 对 在医学当中呢 你看 外边的这个骨头 我们叫绕骨 里边的骨头呢 叫做齿骨 绕骨前面 有个小疙瘩 我们把它叫做绕骨净兔 找到这个疙瘩 找到这个高高的 这块骨头了吗 找到了 再往上走 有个褥儿 看到没 一个凹档 有个凹陷处 在这个褥儿里边 小学童 可以把你的手指 放在这个凹陷的 这个地方 找到这一块 有没有感觉到 你手指下面 有蹦动的感觉 跳动的感觉 你的手往歪一边 稍微偏一点 这个穴位 就叫太渊穴 那这个穴位 我们要是按压的话 有什么好处呢 太渊穴 太渊穴 小学童们来思考 考你两个字 太是什么意思啊 老太太 为什么叫老太太啊 因为怎么样 因为年龄 年纪大了 年龄大了 所以太是大的意思 你看从造字上来讲 它比大还多了一点嘛 所以太是大的意思 渊 你看它前面有三点睡 所以渊呢 是很深的意思 所以我们针灸穴当中 很多穴位 它都和山川 河流 湖泊 日月 星辰相关的 太渊 太渊 那就是这个地方 太深 太深了 所以太渊穴 它是守太阴肺经的圆穴 它具有着滋养肺阴的意思 从它的这个名字上 我们都知道 它和水有关系 很深的水池子 所以它具有着滋养肺阴的作用 这个穴位 刚才小学童都找到了 你们自己可以在这地方去按揉按揉 也可以帮爸爸妈妈去按揉按揉 好像你找得到吗 找到没有 有没有点酸酸的感觉 有 会有一点吧 有点酸酸的胀胀的感觉 有一点 所以在除暑时节 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也可以不动声色地按压我的太渊穴 是不是 两边 还有这边 对 我们这个穴位是对称的 每一个穴位 大家可以一次按压 两到三分钟 它是双侧的 推荐的第二个穴位呢 叫淡中穴 我们首先来说它的位置 在我们人体的正中线 小学童们在正中线 往下走 拉一条线 然后把双侧的乳头 连起来 拉一条线 在这两条线的交叉处 就是这个穴位 这个部位真的很疼 疼不疼啊 它有点疼 好像有点疼 它有点疼 这个穴位啊 按起来 确实略微有一点点疼 那么为什么我们推荐了淡中穴呢 在皇帝内经灵属的海论当中 它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淡中者 气海也 小学童都知道 为什么把它叫做海啊 江河湖海 为什么叫海啊 海纳百川 水多吗 大吗 所以在中医当中 大凡叫海的地方 那它一定是多的地方 所以淡中穴叫气海 那么说明它这地方的气多 所以中医里边把它叫做 中气汇聚之处 这个中 中就是重的意思 多的意思 所以在这地方 我们按压它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宽胸里气 这个地方的气多吗 又在胸部吗 可以宽胸里气 通过宽胸里气的作用 而达到僵义止咳的作用 和太渊血合起来 一个养阴 护了肺因 一个止咳 治疗了由温造之血 导致肺的宣降失常 所引起的咳嗽的症状 检查一下大家学的好不好 太渊在哪里 在这里 好 来 小小 蛋中在哪里 这个胸口 好可爱 大家记得还是非常的好的 那么本节课就要结束了 好 下课起立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 张景黎教授的精彩讲解 我是丁熙 明天再见了 floors 可以 快 好 可以 完 好啦 Hä поч